2007年4月5日下午 第九届CUBA东南赛区蓝队决赛 在泉州桥乡体育馆举行 火校男子篮球队 以111比54大笔分击败汕头大学 再次称王东南 中央电视台第五号现场 直播了本场比赛 火校蓝篮本场比赛有6人得分过方 其中左号掌心心19投10中 打球9投8中 32分钟踩下全场最高分30分 12号于翔10分12个篮板 打赛两双 15号陈立伟也有11分9个篮板的两号表现 而汕头大学仅13号吴凯鸿得分过双 比赛于下午蓝点05分开始 10号张嘉宾一个轻松的上篮 拉开了进攻的序幕 随后于翔的中头 张嘉宾的三分 陈立伟的鼓篮 一开场就以11比2迎头痛击汕头大学 汕头大学暂停调整人无成效 第五分钟 蒋欣欣一个精彩的单手报扣 引来全场欢呼 第一节比赛结束 火校以30比7领先23分 第二节汕头大学换人调整 开场两分钟拿下四个前场篮板 而几次精彩的抢断 一度连续将华校大学的进攻破坏 拼墙也变得凶猛 大有破釜沉舟之意 然而五校南篮毕竟是一支 惊艳姥姥的队伍 暂停调整后迅速反击 第二节在蒋欣欣的一个压绍三分后结束 汕头大学仅追回一分 下半场 我校替补上场的13号队员王嘉一 上场两分钟就贡献了三个三分 一个篮板 将双方比分差距拉到到30分 第三节中段 主教练黄平杰将意外碰撞受伤的于翔 换下休息 之后一分钟 古加尼陈立伟和张嘉宾也相继被换下场 此后东南赛区的决赛现场 俨然变成了华侨大学新人队员的练兵场 中场前蒋欣欣在观众狂乎100分的情况下 伯父众望 比赛还剩7秒时 一个上篮将华侨大学总分提升到101 也将自己本场总得分增加到30分 赛后举行了颁奖仪式 华侨大学再次举起了东南赛区金蓝板 吴承叶校长观看了比赛 并给予华大球队每个队员一个特殊奖赏